嗨,我是女老师,超码家人运级Happy的朋友,大家好,我是Andro,来自冰沉中 老师好,全球超码家人,大家好,我是美根 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参加由台北天文化所举办的 麦相因爱而富有49天的活动 今天已经来到了第48天 那同样的呢,我们也是通过抽这个趋极卡牌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的趋极卡牌 来提醒着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前进和与大家分享心得 那今天呢,美根所抽到的这张卡牌的主题是 保持正向思维 那内容是说到呢,要具备正确与正面的人生观 如果常常想不开,转牛角尖,当然不可能会幸福 这代表在灵魂资料库里,可能以经历好几次 今生继续滋养负面的观念或习惯 阻碍自己,获得幸福,看胜的导师 那其实,保持正向思维,其实不难明白 那如果我们常常拥有一个负面的思维以及思想 或者举动或者口念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都非常知道以及非常了解 那个结果一定是不顺利的 那他转回来的那些结果一定是负面的 就是自己招惹来的结果就是要自己承受 那今天美根想要分享自己的小小心得 就是从我还没有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 以及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之后的这个小小的进步 那当美根在练习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呢 我发觉到呢,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事情 就会慢慢的顺遂 以及我发觉到我身边的一些课题所上远的呢 我是没有在场的 就是我会看到说我身边的一些事物啊 是对方正在面对着的负面的消息 或者负面的那个氛围的时候呢 我很感恩我是没有在里面跟他们一起的 所以当我渐渐的观察到这些进步的时候呢 我已经是深深的体会以及感受到我的静正在的改变 以及是一步一脚印的在往好的那个方向去进步以及改变 那非常感恩 而且通过太阳神的导师的每一个书 那个书界所讲的所教导的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以及正确的逻辑观 就像这张卡牌讲的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个负面的这个氛围当中 那其实这些都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去告诉自己说 我们不要再制造那些负面的能量给自己了 那当只有我们这样子想 我们的念才会慢慢的开始转好 那我最近所学习以及体悟到的真的是诚心诚意的体悟到的就是说 就是我看到身边的很多事情发生 我看到了我会学会借事恋心然后转念 我很庆幸说原来这件事情这样子的发生 如果是我我会怎样 或者很感恩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那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很多很多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来到我的身上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那这个真的是我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这个系统真的是好好的学习 我真的是感受得到我的静越来越好了 所谓的就是幸福的开始 以及已经是正在迈向幸福道路的这个一步一步一脚印的去趋向完美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有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以及这个卡牌每一天在提醒着我们要如何的精进 以及如何的好好地学习 那非常感恩今天美根太阳公公点美根所抽到的 这张具体卡牌保持正向思维 那在此真的是衷心的呼吁大家 真的有缘分的话 真的是要好好地好好地阅读这本书 好好地去学习这本书 因为真的通过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里面的系统方法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清调补 当我们真的是做这个最重要的步骤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接收到新的data好的资讯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趋向完美的幸福人生 那以上是美根的小小分享心得 现在是有把时间交给andrew 大家好我是andrew 今天抽到同样的卡牌生机无限 就在由美根帮我读一下 生机无限 现今的局都有它背后的阶段性任务 我们现在演的是过去故事的延续 现在富有并不代表未来富有 如果现在的哪一切合与天心也抓到了富有的切记 那未来应该就会是富有泰盛的导师 谢谢美根 这个卡牌是andrew 应该是第四次抽到这张卡牌生机无限 我今天就不读这个 因为刚才美根已经读了 我就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给大家 但是andrew所在这个期间所遇到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当我们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富有 或者你刚刚开始从零要爬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很空虚还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在一步一脚远这样爬起来的时候 当你觉得到尤其是很多人就觉得 他富有就是代表他们金钱上的富有 但是他们过后他们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往往他们忘了就是怎么从低爬起来到现在的金钱上的富有 可能他们用他们的健康时间换回他们的金钱上的富有 我们人生的富有是什么呢 我曾经问过我朋友 有些他们讲 我的富有就是我们每天希望就是平平坦坦的过日子 有家庭和谐的家庭 有钱给我们口花有很好的健康 那是对他来说就是很满足的富有 那您对自己的富有怎么看呢 对于andrew所以前还没有练过学习超码之前 也是会跟一般人同样的想法就是说 每天日子太追着金钱 追着追着 第一浪费了 不是浪费 时间上已经花去了 追不回了 第二 健康上 也是因为 因为用了很多时间在追着金钱 所以忽略了健康 所以健康上也是 也是消耗去了 所以 就是从点点滴滴 在在这边学习了超码之后 就是 一直给我 这还有 这个积极卡还给我一直抽到 就是生计无限 从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 嗯 是不是有机会 机会是有准备的人啊 还是什么呢 但是 在 修啊修啊 在 在领悟到的时候 就是 已经 已经不同的意思了 已经 你觉得 嗯 什么是真正最 最富有了 然后就是从 超级生命码这本书和这本系统里面所学习到的 一些方法 因为 因为 有时上 有时上 就是听到人家讲 有钱 但是 没有健康 每一天 呃 有健康 但是 我实际上我就可以讲 就是 很多人就是没钱 没有健康 嗯 这个是一般上很多人今天所面对到的就是 我在这里很呼吁大家朋友们 嗯 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学习 这个超级生命码的系统呢 呃 给 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学习 这个系统 看看 呃 对自己 有什么可以改变 还是 可以提升自己呢 所以 我们在这边 我在这边 呼吁大家 有时间可以过来听听我们的 呃 来我们的 呃 经营分享会啊 呃 我们的讲座会啊 或者我们的 呃 工修啊 还是老师的 喜欢演讲啊 这个就是 呃 一些活动 都是可以给予大家 一起来分 呃 了 学习和聊 尤其是 超级生命码系统 好 这个就是我 今天在这个卡牌 我领悟到 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小小新的 就是 还有就是 来临的4月20 是 4月22 那 这边呢 有小小的呼吁 就是在 呃 4月22日 在 槟城 我们有做一场 爱与感恩 我们 敬喜分享会 那 日子是在 4月22号 星期日 时间是在 2点到 5点 那地方呢 就是在 娃娃山 Open University 那 那在此呢 就是 啊 这一张 入门票 是免费的 当出席者 拿着 这一张 领着这一张 入门票 免费的入门票 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 换取 这一本 一本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方法书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 举办 啊 那个 抽奖游戏 对 所以 出席者 又有一个机会来抽奖游戏 参加 这个得到这个奖品 那 在此呢 也是 同时也可以 听到这个 啊 学员们 通过爱与感恩 通过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 来改变他们的人生 让他们 得到 惊喜满满 以及幸福满满的人生 所以呢 呃 非常鼓励大家 因为这一场是免费的 所以呢 非常是 非常的鼓励大家 以及鼓励大家 有时间的话 或者 抽时间 出席这一场 那 票数呢 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 呃 你们想要更加了解 或者想要获取这张票呢 可以联络我们 对 是 或者这边的地址 这边的 联络 联络的号码 是的 对 那 刚才 啊 就是 安如也有讲到 我们每一个星期 在 啊 冰城 啊 冰城 啊 啊 岛 天缘武豪中心呢 其实我们有做 啊 也就有举办一些活动 那每个星期二呢都会有这个Super Life Secret Code 就是英文版的超级生命密码的精英分享会 那时间是在于八点半到十点半 那星期三呢就是华语版的圆满人生精英会主题是这本书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 那时间是在八点到十点 那星期四呢就是八点到十点 圆满人生精英会主题是幸福跟着来 那如果是要与太阳顺的导师见面的话 而且直接的可以与太阳顺的导师学习的话呢 是在星期六的十点早上 在这个就是网络共修直接对我们的导师 而且是直接可以从导师身上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这个网络共修呢是需要收费的 如果是网络共修的会员的话呢只是十令吉 那如果是非会员的话呢是三十令吉 还有对这个五月二十六号而二十七号 老师欢迎老师感恩老师来到槟城 这个世界世界巡回演讲 这个四次的主题因为爱而富有 这个是系列二 所以是五月二十六号而二十七号是两天的课程 将在槟城是DS by 宫人生前的 有谁想了解这个课程的话 分享这个演讲会也可以通过我们 或者可以询问我们 欢迎大家有新朋友 欢迎大家来出席之下的活动 很感恩老师在选择在槟城主办这个活动 因为只是在槟城和台湾两场而已 所以机会很很难得感恩老师 是感恩老师 那好的今天就是我们四十八天的分享 那明天就是圆满咯 明天就是四十九天了 那在世真的非常感恩有这个姻缘 以及就是感恩Ajoys 对对Ajoys鼓励我们两个 还有Ajin 就是鼓励我们说参加法会对你们非常好 的确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每一天抽这个去奇卡牌 真的会免料很多的很多的麻烦 对吗每天我们人生的课题当中 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人事物啊 挑战 对那当我们抽这个卡牌的时候呢 直接的就会记在脑海了 入心入灵了 那当当无时无刻这个主题啊 会就会卡牌里面的主题 就会显现出来我们的脑海 就突然间会想说 哦对今天的卡牌是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 对所以真的非常的棒 好那这张这个卡牌是可以买的吗 对 那如果有 对我们都有在天眼文化中心 每一个中心都有卖这一个卡牌 以及这本书 所以如果是想了解或者想想想要拥有的话 其实可以去购买的 或者在我们的网站 www.richlife.com 可以去上网购买的 对吧 那在此谢谢大家的时间以及聆听 我们明天见 拜拜